大家好,这里是冰冰频道 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做小肉植物的另外一种 有人管的叫陶蛋,有人管的叫绿的 什么叫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蛋 什么叫小肉植物 对,多肉植物 多肉,小肉 好吧,这次比较小 对,它的特点就是有点像小水滴 然后制作方法 我之前有过一个就是四合一的那个 有一个过程 这回我做一个单独的一个 就捏出了一堆水滴是吧 对,捏出了一堆水滴 然后一侧稍微有一个斜面而已 只用手就可以了 借助工具吗 不用,不用任何工具 这个陶蛋有大有小 但是都是蒜瓣的 蒜瓣的感觉 你想想蒜瓣有大有小 想想蒜瓣一面是一个斜坡 一个弧形的斜坡 然后以前我做这个 这个这个小肉植物的时候 我用的是那个乳胶 这回我用的是黏土粘合剂 这更结实是吧 这更快一点 尤其是粘在这个肉肉里头 你说它干得快是吧 对,里头软软的 外边硬硬的 你一使劲它又拔出来了 因为软胶还没 乳胶还没有乳 乳胶它干的时间会长 对 所以肉肉植物 我建议还是用这种更好一点 抹的是色粉 好像有人留言还问呢 这用的是什么颜料啊 色粉 色粉 你基本上大部分用的都是色粉 偶尔用点丙烯或者什么 对,我跟你说 那个丙烯啊 最好是用在树干上 因为它干了以后是一个塑料膜 塑料瓶 塑料瓶 然后颜色 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它有渐变 然后又喜欢用小毛刷子 不喜欢用这种色粉的话 你就用油罐颜料 油罐颜料 但我很少用 弄的满手都是满屋还是那种味儿 所以我不爱用 不如这个色粉 干净劲 又没味儿 还干净 对 所以我就愿意用这个 都行 他们也有用丙烯去那个 活那个冷瓷土的 我用的是水彩 因为我觉得水彩的成分 丙烯土里是不是有点糊的 色彩不透亮 是的 这就是它的特点 做淘淡很简单 怎么做都行 网上真实的淘淡 也是什么色都有 你开心就好 你喜欢做什么样 就做什么样 我可以帮俩 可以帮仨 对 自由自在 盆也是自由自在 想大就大 想小就行 我只是抛砖引玉 拿一个 作为一个实例 这个你要想要粗点 你就外边再涂 再弄一层那个冷瓷土 然后弄的不规则 小妈妈喳喳的 然后再上色是一样的 反而到跟原来差不多似的 对 然后就是咖啡色的 软性的色粉 更接近于原始 对 树干 你油花颜料也行 我这个乳胶都干了 那个油花颜料也干不了 那我买手都湿 好吧 不要诋毁人家了 错了 这是干嘛 这里头是珍珠的海绵 它的强度韧度会更好一点 预先搁进去 预先给它做好了一个半高的盆 上下往里一插 然后倒点乳胶 然后再弄那个 就是这种 这种胶 然后粘上 等于是塑料胶腔给它融一下 然后往里一扎 然后这样会更结实 对 明白 对 上后做的是粉桃蛋 然后底下是粗的杆 粗的杆 你要想要这么做法 你可以看到我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可以看 然后这省的就是 不是同程那快递的时候 它就是 就是你平常搁着它也会结实 省的一晃杀就出去了 一晃杀就出去了 对 快递就疯了 沾一沾挺好的 对 好 看这是做好的样子 好看吧 好看 谢谢观看咯 谢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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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